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哇,這麼好?那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白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食物 食物是一種炭的一種形式 它和另外兩種食物療劑 例如動物炭 carboanimalis 和木炭 carbovegetabilis 都有關聯的 食物療劑 因為食物本身有少許的鐵 所以它和療法的鐵 carboanimalis 都有些關聯的 食物能夠引發一些輕微的虛弱 然後整體虛弱 整個身體是比較鬆弛下來 慢慢演變做 貧血和 嚴重點 典型的食物的人 是比較肥胖 怕凍 還有有便秘的 臨巴比較肥胖 皮膚和黏膜 很多時候出現爆裂的情況 還有分泌和汗都比較少 所以食物的體質 通常是屬於一些人 通常是有一種肥胖 即是會長滿了那些 不健康的脂肪的人 或者有些人是開始消瘦都可以的 那人可以說是缺乏 就是體溫、怕凍 還有缺乏養分 通常都是感覺寒冷 就算在室內、室外 都經常感覺寒冷 整體來說是一種偉黃的臉色 那它影響的毛病 通常會包括腺體、皮膚、黏膜 尤其是在孔度 口腔、肛門、孔度等地方 是特別容易出現的問題 那食物的應用的地方 很多是關於皮膚和黏膜 或者腺體方面 很容易出現那些爆疹 有些黏性的分泌 或者慢性的濕疹 那麽也都 有些石墨營 有些時候都會出現一些呼吸 窒息的呼吸 在睡覺就突然之間窒息 要彈起來 通常都是加上便秘 還有那個經量是比較小 比較小的 在精神狀態 石墨的人很多時候 出現沮喪 憂愁 或者深層一點的憂鬱 沒有了信心 哭泣 有時候有些痛楚 差不多可以說 臨死必然的痛苦 痛楚 那麽也都是恐懼 有些災難會發生 那些人就很激動 和很焦慮 很多時候在黃昏 特別容易傾向悲哀 和哭泣 那些人比較細膽 差不定主意 很容易聽到音樂 很容易聽到音樂 特別容易感觸 哭泣 那腦方面 都比較容易疲倦 很怕要做事 健忘 還有有時候說話 用詞 說話寫的用詞 是用錯字的 有時候好像突然間失勻 很容易恐懼 很多的憔悴 就是掌不定主意 那這些都是石物人的 一種精神狀態來的 好了 石物的主要應用 通常我們會發現 在皮膚方面 那通常皮膚 是比較上不健康 很容易出現問題 很容易出現痘 尤其是肌肉 就是肉咬的問題 也是用來治療 農泡病的療劑 濕疹 甚至牛皮癡 主要關鍵症狀 皮膚的問題 就是爆裂 你記住 主要是皮膚爆裂 還有有時候 小孩子發現 耳後皮膚出現裂痕 所以在關節 以後 截縫的地方 皮膚出現爆裂 還有在髮圓 出現問題 石物呢 很多時候出現一種 叫做擦診 疹痕 即是在皮膚的折縫 的地方 關節的折縫 的地方 出現感染 在關節的彎曲位 在髮圓 耳朵後面 有時候在唇周圍 都要出現裂痕 通常出現這些化膿 另外一個關鍵的症狀 就是有些分泌 在皮膚出現的 芯的分泌 是黃黃黏黏黏 好像蜜糖那樣的分泌 食物呢 亦都可以幫助處理 鞋童的濕疹 尤其是 頭髮邊緣的濕疹 有時候你見到這些 這樣的疹 你去 撥開它 來看看那些芽 撥開內芽 你會發現 通常芽下面 都會有一些黏黃的液體 在下面 好了 在同療法 有另一個療劑 就是 石油 都是很適用於 手指 腳指的裂痕 尤其是手方面的裂痕 我們都會想到另外一個療劑 就是石油 Petroleum 通常我們遇到這些情況 我們都會考慮幾個療劑 可以使用石物 石蟲 Nicropodium 硫磺 整體性的療劑 可以慢慢幫助 這些人的手 出現的濕疹 尤其是手部的濕疹 剛才提到的 另外一個同療法療劑 就是石油 石油 Petroleum 通常你會發現 那些裂痕 會在手掌 和腳底 腳根 會出現這些裂痕 食物另外一個症狀 就是指甲 指甲會變形 會爆裂 甚至乎是指甲下面 出現一些濕 另外一個療劑 Antimonine Crudum 流化梯 都有這些 毛菌感染到 令到指甲變形 食物的指甲 通常都比較脆 很容易裂 很多時候是中間裂痕 走出來的 我們遇到這些皮膚的爆裂 尤其是冬天 這個也是石油主要的關鍵症狀 石油Petroleum 那個皮膚 通常是冬天會比較差 石油皮膚爆裂的問題 是比石物嚴重的 你看到這些 腳和手 是很深層次的 深的爆裂 出現流血 我們會想想 另外一個療劑 石油Petroleum 通常我們遇到這些情況 會加上金盞花 來幫助它 好了 食物可以處理另外一個 在苦科的問題 就是陰道炎 通常在陰道炎 出現很大量的陰道分泌 通常是黃、那、很刺激性的分泌 食物也是一個處理肥胖的症狀 而一個肥胖的女士 加上她有陰道大量的分泌 又黃又結 大量的分泌 這個也是一個食物主要的症狀 好了 很多人會在身體、皮膚 受了手術之後破裂 就出現一種我們叫做 Kel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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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種肉很厚的症狀 越長越厲害 這個食物也可以幫助減低 或者預防皮膚出現這些手術後的大的症狀 Keloi 這種問題 食物也有乳頭爆裂 或者肝門乾裂 這些現象 食物也曾經用在治療的乳癌 有一個案例 有一個女性在德州 她出現乳癌 但她就拒絕所有的化療、開刀、手術 她差不多去到癌症尾期 差不多出現了兩年 完全沒有接受過任何治療 而整個乳房開始潰爛 她就寧願死都不接受這些一般西醫治療 這個女士就接受了一個小手術 將腫塊切了 發現一切了之後 手術疙瘩的地方就出現癌症 這個是食物的主要關鍵 即是說是在一個手術 在一個縫裏面發出來的癌症 我剛才都講及石墨型的精神狀態 其實石墨型的精神狀態 是好像我們同學療法 一個很大的療劑 是碳酸鈣 是很喜歡很努力工作的 它可能會慢一點 腦袋可能慢一點 或者記憶力都差 對工作有點焦慮 因為他們很努力做 又怕做得不好 它也出現周期性的情緒低落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 鈣型的細粉仔 好像比較慢一點 是冷的 體溫冷的 還有有便秘的 所以你可以考慮 譬如你遇到鈣型的 炭酸鈣的小朋友療劑 你用了之後 誰知沒有效 你可以想一下石墨的療劑 另外一種相似的相關的療劑 除了Calcary Carbonicum 炭酸鈣 另外一種是Beretacarp 炭酸胚 這三種療劑都很相似 比較肥胖、怕冷、有便秘 另外一個石墨的關鍵症狀 就是他們對音樂很敏感 有時候他們聽到音樂 會令到他興奮 令到他情緒波動 哭起來 這是一個石墨的很關鍵症狀 石墨也會有雨腺的堵塞問題 或者雨防出現濃腫 還有他們一般性慾比較低 所以好像蜜魚汁一樣性慾比較低 一個主要是陰道炎的主要療劑 在過去同外療法的歷史裡 有些同外療法的醫生 曾經用很高劑量的石墨 譬如用一萬絲或者五萬絲 來處理腫瘤 發現整個腫瘤會掉下來 另外有時候我們都會用一些很強的療劑 譬如植 一萬絲 整個雨防可能化濃 整個脫掉了 然後就好了 很多時候我們叫這些療劑 譬如Silica 是一個同外療法的手術療劑 可以幫助我們身體剝削 或者切除一些腫瘤 或者外來移物的問題 好了 整個很好用的療劑 希望大家可以有機會應用在自己身上 或者幫助到人處理他們的問題 原醫生剛才介紹的同類療劑 覺得適合你自己用嗎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銅鑼灣 沙甸街 富盛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2577-3798 或者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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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